根據美國白宮的情資 俄羅斯跟北韓現在 他們兩個國家有了一些交集 那就是俄羅斯向北韓尋求支援 以持續在烏克蘭的戰爭 那究竟他跟北韓要了些什麼呢 目前得知他要了超過24種的武器 再來的話就是俄羅斯 他以糧食跟北韓交換了一些軍事 怎麼說呢 因為開戰以來 俄羅斯已經損失超過了9000件的 重型軍事裝備 再加上俄羅斯他受到了國際制裁 還有出口的管制 那反觀北韓呢 他現在正面臨了金正恩掌權 11年以來最嚴重的糧食問題 因此俄羅斯跟北韓這兩個國家 有了相互聯繫的理由 再來看一下呢 那就是俄國總統普京呢 他最近的時候 簽署了一個新的徵兵令 要在春季的時候呢 4月1號到7月15號 招募14.7萬名 18到27歲的新兵 雖然之前的時候呢 俄羅斯他曾經說了 不會派新兵到前線 也就是赴烏克蘭去作戰 但現在的話呢 他們打算要擴大了軍隊的規模 到150萬人 而且呢 大家來看之前的時候呢 是18到27歲的新兵 現在的話呢 他把年齡提高了 變成的是21到30歲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